最近各地气温偏低 但是台东特产的水果世家 最怕有寒流来袭 会造成严重裂果 台东区农业改良厂 经过了四年的研究 总算研发出了新的防寒技术 可以有效降低损失 台东世家种植面积 有5300公顷左右 年产值高达20亿元 但冬天产果的风鲤 和大木品种世家最怕冷 不是落果就是裂果 造成过年要上市的世家产量大减 农民损失惨重 裂果率等于是一半 我在做的时候是一半 但是冬天在户外 而且又是大面积的果园 要怎么帮世家保暖呢 台东区农业改良厂 经过四年的世家防寒技术研究 最后研究出一种防风网的设计 就是在一排排果树中间 架设高出果树的塑胶网 防止低温的东北季风 直接吹到果树 而且在世家果实 再套上一层塑胶带 像是多穿一件衣服一样 当果实保暖 而这样的设计又便宜又好用 还可以重复使用 防风的这个网子 把它遮风以后 它的裂果率会降到20%以下 有时候效果好的话 甚至会降到5%以下 微网的话 它是可以继续回收的 所以你不怕说 它成本真的是很低的事情 这项防寒技术的花费 五分地只要花一万五千元左右 经济又方便 台东区农业改良厂建议果农 今年冬天的温度偏低 农民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帮世家保暖 提高冬天世家的产量 记者 张明哲台东报道 永远午地 John